來, 敬告主公 先鋒兵馬驚以齊襲 等候主公法令追殺北敵王 傳令下去 凡取得不得王人頭者 官封百戶侯, 賜金百兩 領旨 敬告主公進國義公子求見 有請 是 敬告主公, 請你暫門出兵 公子何出此言 不敵王已經有國破家門之徒 假如敬告追殺他的話 恐慌會引起不敵為兵 對你的敵意 到時加以報復 敬告更加會附上不義之名 還可能有性命危險 假如敬告放他一條生路 一來他安撫不敵人 同時不敵王一定勝心歸服於你 何以見得, 北敵王肯誠心歸服於我 不敵人一向謹靜 而且恩怨分明, 有恩必報 如果斬告放過他們 他日一定肯敢跟逃報的 松義公子 我看這筆是你個人的想法 萬一北敵王他背信氣言 那又怎麼樣 夫主公, 我相信現在的七兵 還能趕得及 齊侯, 假如這個機會 都不讓不敵王的話 又怎麼能證明他是誠心臣服於你呢 而且窮購莫罪, 請齊侯三仕 你真是相信不敵王肯臣服於我 不敵王元氣已經大傷了 短時間內難以復原 市民還必有力量 再進犯中原 好, 拐人就信你一遲 傳你下去, 停止追神 遵旨 主公 道復 拐人以為 松義公子所說甚有道理 況且拐人也是一個 認識英雄更英雄的人 拐人相信公子這次沒有看錯人 齊侯過獎 齊侯不過是皇者風華 果然是忠願賠償 稟告主公巡後 和華盈公主求見 請 是 齊侯 秦侯 小女亂闖太妙 對齊國大大不敬 也讓我們秦國不想不移之名 如今帶同小娘齊侯借罪 要生要死, 任惡齊侯主旨 齊侯, 懷刑這次是罪有應得 可是齊侯你可諒安行 就請齊侯給一次機會罪有應 君父, 你代我和齊侯求情 叫姚雪我一次那麼多 你犯一靈天大壯, 罪亡可恕 難道每個人看著我死 都不幫我了 齊侯, 任惡無關 況且公主是來自西巡 她不是太懂得忠元的禮儀 這次誤闖太妙 也是無心之失 希望齊侯給她一次機會 是呀, 齊侯 懷刑以後都不敢了 而且齊侯你英明神武 威震四方 而且任惡無關 齊侯一定會遙書懷刑的 好一個人誰無關 拐人這次就要處理 主公, 這件事… 拐人既然可以給我機會 不敵我 為甚麼不給我機會公主 或許拐人認為 公主這次真是無心自失 拐人, 這件事就這麼算了 還不謝齊侯不殺之恩 謝齊侯不殺之恩 連禮 多謝齊侯, 告辭 請… 這次算你幸運, 齊侯肯放過你 下次如果你再闖我 就連君父也不會放過你 我怎麼知道 忠元人這麼認真這麼說得笑 下次如果我見到甚麼廟 我還是被知側吉為廟 你還亂說話, 又想闖我 君父, 你先回去, 我就回來了 你又去哪兒? 剛才重二公子和我求情 你已經替你答謝了一聲 重二公子 為人公主 謝謝你剛才仗義執言 剛才只不過是情侯歡紅大娘 這樣吧, 我明天請你喝酒 再來答謝 不算客氣了 你也說不用客氣了 明天, 我明天見, 好不好, 我走了 主公, 主公沒事吧 沒甚麼事 寡人可能被不敵王所困幾天 所以感染風寒 現在已經沒甚麼事了 寡人認為進國公子重二 的確是一個人才 回主公 慶幸他不是進國世子 否則主公就難以安審 還負何出此言 進國三位公子之中 以重二最為博學多才 人得謙謙 人得謙謙 而且精通兵法 假如他是世子的 日後一定是我齊國之華 可惜, 主公有沒有一個 好像重二那樣的公子 假如是有的 相信齊國的霸業 一定會綿綿不絕 其實超二亦非凡凡之本 但是重二他光芒四蛇 相信公子超 亦難忘其行背 不要緊 超二最擅長於狩獵 過幾天 就是春祭狩獵這套大會 超二到那天 就可以一顯身狩獵鵝群熊 亦可以為我們齊國增光 是呀 我們也可以趁這個機會 替公子超揚明天下 讓眾人知道齊國也有人才 不用只有重二 才能獨佔澳頭 不錯 誰 是我 進來 參見主公, 參見眾夫 有甚麼事 微臣知道主公感染風寒 身體不適 所以頓了寶品 以為主公來補身 你也挺有寡人的心 只不過風格 微臣聽聞主公 蓋探說世間上沒有珍修美食 所以我廢薩師娘 煮了這種美食給你主公 味道真是非常鮮味 是甚麼肉 是我親生兒子的肉 主公 主公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只是為主公來的 主公 沒有甚麼事 主公, 主公有命啊 主公, 主公 我看他做這件事 只不過為寡人著想 連著他一片圓中放過他 主公, 他連自己的親生骨肉都敢殺 他有甚麼事不敢做 留這些人在主公身邊 正義孔虎為還 一定非十不可 主公 主公 算了, 其實他只是一個小人 將來都爛成大器 多謝仲父不實之恩 多謝仲父, 多謝主公 退下 是 是 庸福 何必為見小事大動乾貨 主公 豬釣 豬釣, 開封營 這三個是奸神 他們比柴狼王仇更加好 老臣有身之戀 還能控制得到他們 假如不肯, 老臣被主公先去 就請主公記住 千萬要提服這三個奸神會作亂 好 君父, 齊猴宣布了 春仔狩獵這套大賽 如果誰抓到這套的話 有賞賜的 我知道 我們派誰參加 我沒有打算派人參加 為甚麼 這是慰國爭光的好機會 別放過 我們這次來齊國的目的 是志在觀摩齊國強大的原因 這些出風頭的事可面則面 況且你上次勇闖太廟 已經令我們秦國失盡威儀 不如就讓我參加 讓我可以將功贖罪 而且我向善長狩獵和一支陷阱 我一定抓到一隻金套 狩獵和金套是男兒的事幹 你屢留之輩有甚麼資格參加 那我喬莊去打扮就行了 如果你再惹事闖我 我馬上送你回去 我這次又不是為了貪玩 我只是想為國爭光而已 君父, 你也不想 我是被中原人士看小的 是呀 最多這樣, 我請試個齊猴吧 君父,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闖我的 你… 好, 好轉發 陳國公主到 參見齊猴 臉 公子超, 果然戰法如神 看來這隻金套 一定屬於公子超 多謝華盈公主讚賞 不過如果我參加了一份的話 那還不知道勝負誰贖呢 公主那女兒之身 根本不可以參加 又怎可以一輛高下 就是這樣才是雙腦筋 我們秦國一向以狩獵著名 但是君父他謙讓 不肯派人出賽 似乎有心想被齊國勝出那樣 如果這樣的話 公子超就算得到這隻金套也不光彩 但是如果我有份參加 我看… 君父, 他心智不少 就讓他參加賽事吧 讓他輸得心服口服 好, 那怎麼行呢 手獵盒傳統上是沒有女子參加的 規條是人定的 齊猴女開拓姜土 清霸中原南征北伐都做得到 如今改了一點規條 都這麼多顧忌 難道你真的怕了一個西巡女子 會奪得這麼一套破壞你的好事嗎 我們中原一樣有出眾的狩獵技藝 用怕你西巡人嗎 我也想和你們教兩下 君父, 就讓他參賽吧 讓西巡人輸得心服口服 萬一我們真的輸了 我們一定會復輸 難道你會怕嗎 好, 寡人就破例讓你參加一次 讓你知道甚麼叫天高地厚 謝謝齊猴, 那告辭了 告辭了, 公子超 尚二大哥 我有份參加春濟手裂金套大賽 你是女兒之身, 怎麼參加 我用你的名義向齊猴求情 齊猴聽到就立即答應 公主, 別跟我開玩笑了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說真的 我打算和你一起去抓一隻金套 如果抓到的話 就可以和秦國爭光 到時候就一種公宿罪 言之又理 這樣吧, 大哥就和兒哥一組 依然是幫回進國 而我就可以幫你了 我用不著你和我拿著 我喜歡和松濟大哥一組, 不行嗎 這樣吧 大哥, 你和我一組 二幻影公主就和三弟一組 三弟首領, 很厲害的 我想靠我自己的實力 而且我有信心抓一隻金套 我認為我們應該集中 一個人的力量 大家不要分開 我認為這樣捏到金套的機會 會比較大一點 你以為怎麼樣 那就最好了 四個領域的力量 一定比其他人好 假如捏到金套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平分名譽 不分給錢 這就是最好的辦法 有哪位勇士可以捉到這隻金套 就可以得到拐人最高榮譽賞賞 各位, 春祭首領金套大會 我們現在開始 大哥 平步 我們從這邊走 怎麼我們走另一邊 因為這隻兔子聽這麼多人的聲音 一定不會走前面 一定會兩天走 所以我們走這邊 勝數會比較大一點 好, 三天提議非常好 就在這邊 好 好 又熱又餓又口乾 不如坐下休息一下吧 好, 我們就照公主的意思 在這裡歇息一下吧 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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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 不過我西巡的常騎乖馬 所以走路才會習慣 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好 好 公主, 先喝點水吧 我自己也有 松乙大哥, 你先喝吧 好 公主, 吃點東西 我不餓, 我吃點就行了 公主再三推辭 莫非我的食物和水也有 我不喜歡吃你的, 行不行 沒甚麼所謂, 吃哪個都一樣 萬山遍野, 要找一隻金套真的不容易 這樣吧, 我們分台去找 一路就沿著山上進發 而另一路就沿著河邊搜山, 好嗎 這樣吧, 三弟 你沿著河邊找, 我走山路 好, 看看哪兒找到金套 好 你以為我們找到金套的機會有多高 這場就要看看機緣 怎麼樣, 你很想找到金套嗎 如果我抓到金套的話 官府一定會很開心 那你跟著我走會比較勝數高 因為我最熟悉金套的習慣 況且沿著河邊走 會比行山路好 是嗎?不過我想行山路 而且我想靠自己的本事 去捉一隻金套 謝謝你好意 松乙大哥, 我們走吧 三弟, 我們在營裡再見 那我們也走吧, 三弟 大哥, 你先走, 我稍後跟著你 你放肆了多久 照推地下的行蹤 剛才的金套一定在附近經過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嗎? 好 好, 我不明白 你們在中原人 用這種方法打獵也有 那不是怎麼打獵嗎? 當然是用陷阱 慢慢等這些獵物 自投羅網 好過現在通山走那麼辛苦 剛才你們三弟在這裡 我故意不說 有用嗎? 你不相信嗎?拿著, 我一試給你看 我知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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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幫忙 好嗎? 是嗎? 你也在這裡 我又來 你看, 我弄好陷阱, 現在這個簡單點 待會兒我弄個精巧一點 那隻金套一定會掉到陷阱裡 不用弄了, 我們起程了 幹甚麼?你不相信我可以抓到那隻金套 陷阱也好, 不過這時候 這麼多人在這裡找金套 我怕你弄得來 人家已經把金套送回去領工了 事不宜遲, 我們起程了 重二大哥, 我雙腳很累, 你扶我 你累的話, 你休息一下, 等我回來 不扶就不扶, 那你等我 重二大哥, 等我 重二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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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孕 重二大哥 你見不見重二大哥? 不見了, 不過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嚇死人了 是金套 你還拿開它? 我特地送來送給你的 本姑娘不稀罕 懷孕 既然你抓到金套了, 你還回去領工? 重二大哥 你貪我卑鄙了 只不過是西巡女子 我怎麼做就不用理你 你這樣做就讓我盡過聲譽受損 而且我們兄弟的顏面無處 你知道嗎 我和他相識在先, 你強搶在後 你以為我想這樣做嗎? 是你逼我 我做到跟著了 兄弟, 這次你這樣做我放過你 下次這樣做又想我看你隱瞞 公主 我怎麼暈倒了 因為他太累了, 所以暈倒了 你怎麼樣? 沒事 蓉姨公子, 我抓到他這套了 恭喜你 公主, 你沒事吧? 他太累了, 所以不舒服 好, 我們走 好 公主, 你為齊國爭光 這些全都是齊人的光榮 請受小人一拜 老闆不必多例 我身為齊國世子 為齊國爭光是很應該的 我怎麼能辜負 百姓對我的期望呢 真是苦苦無犬子 請公主你不要嫌棄 入小店竊竊竊腳 等到小人有機會 服侍一下公主 那就真是小人的光榮了 好, 既然老闆你一番美意 我亦不必推辭 大家都累了 就等在下做個東道 進去喝一杯水酒 公主請 好 好, 養藥, 麻煩你 二弟, 那我們怎麼樣 公主也累了, 進去喝一喝 公主 這張是適合人主公歸來 坐過的桌子 我很尊敬主公的 所以就把它封了 留為紀念 你這個謀國奴, 不要睡了, 快走 還不睡, 快走 我們打開門口做生意的 你要睡覺, 出出便吧 不要光顧 飯還沒吃完, 怎麼走 你真是無理取鬧的 你快出去吧 不要妨礙公主喝酒 公主亦人也, 老夫亦人也 他喝他的酒 我吃我的飯, 顧不相干 你真是無賴 你這個無恥之徒 竟敢對我們公主不敬 你, 你在我面前這樣廢話 你的對我不敬 你 不知天高地高 捉到一隻兔 就以為不可一世 捉一隻兔 對齊國有甚麼貢獻 你說甚麼?我夾給他 是 公主 如果不出去救他 他一定會被打死的 你怎麼搞的 算了, 別打了, 再打就搞出人命了 我來教訓他, 關你甚麼事 你自小靈人就關我事 他對主公不敬就罪有嚴格 你們耳中氣寡, 更加敗為齊喉聲語 你不要號館閒事, 走 本姑娘走得來就喜歡號館閒事 要打就打我 公主請釋路 公主大人有大量 何必為這些小事而大動肝火呢 他破壞軍庫的台椅 就是對軍庫不敬 椅爛了可以收補得回 況且齊喉愛文如子也會原諒他的 公主, 這次就給他一次機會吧 好, 有從以公主向你求情 算你做法 公主, 我們出來很久了 進去喝一杯水吧 請 你沒事吧 你又是呀 口舌焦油很容易被人打死的 要不要你這個婆娘這麼多管閒事 我是喜歡被人打 你… 別看我報恩, 我沒有欠你甚麼 世間上了這麼無聊的人 etap你一分之一 你再次聽到那個棚子 你身中的風景 你給我一路 要留待 你讓我現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許客 超兒 是, 君父 你這次不負寡人所望 奪得金套而貴 寡人言賞賜 美祖一壺欲潑一劍 多謝君父賞賜 不過這壺美酒 我想和仲父分享 因為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是全靠仲父對孩兒交道有方 好, 仲父, 請受在下的博禮 公子超, 你真是客氣 不過你真是做得很好 你的確沒有辜負 主公和老夫對你的一番期望 但是你要記住 千萬要誠之不嬌才好 是, 仲父 我們齊哥有仲父 還有超兒 將來郭文一定會更加昌露 拐人也可以放心 真是苦苦無怨子 看來郭家興盛 人才兒子 我們秦國真的要急起直追才行 他幸運而已 還是抓到那隻金套 別胡說 老爺, 人家有良才富正 有人才繼位 如果我們西巡找不到這些人才 想清白中元也很難 三弟, 你何時悶悶不樂 大哥正想上山坐藥 不如你一起去吧 來吧, 就算出去逛逛 你可以去打獵 也好 來吧 大哥 二弟 三弟和我一起上山坐藥打獵 你也一起去吧 好 大哥, 你們去我不去 怎麼說好去又不去 沒甚麼問題 反正我上山打獵所得的獵物 都是屬於二哥 我去做甚麼 三弟,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我說話沒甚麼意思 就算我有意思也沒甚麼作用 你也心知肚明 三弟…你聽我說 我對公主真的沒企圖 你還說沒有企圖 為甚麼還要向公主大顯恩賓 做多關閒事 三弟, 你這麼說太過分了 如果孫陽出去的話, 盡個顏面可全 就算你得逛, 巫陽未必就此白憂 如果被君父知道的話就更加麻煩 你不要再拿君父來嚇我 我知道我沒有你這麼得寵 而且他卑鄙下流嘛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一切一切都是你弄成這樣 三弟, 你這麼說話 二哥很難說 其實我和大哥一樣 視你如同胞親兄弟 有哪一件事 我們是不關心你的 多元, 你說來說去 也不肯放你為公主 三弟, 感情是不能勉強的 公主是不會喜歡你的了 三弟, 你說來說去也不肯放棄 你何必還在聲聲作態呢 廢話 主公, 你要保重身體 咳嗽了一整晚 咳嗽得我不知道多辛苦 不舒服, 不如不要上早朝 待會兒我會叫太醫 跟你看病的 老人家的病當然是這樣的 如果我不上早朝 文武百官就說我荒廢國事 怪責你了 是呀 臣妾為了主公甘願受責 三位公子也是 明知道主公日理萬機, 勞心勞力 他們還在外面流連忘返 如果他是有理心的 早就已經回來了 是呀, 你不要怪責他們 可是我沒有叫他們回來 孩兒向君父懲安 乖, 起來吧 君父要保重身體 別這麼操勞 好 齊兒, 你最乖是你 最有孝心又是你 主公 我們今年的糧享開支 增加了很多 看來要增加負稅 才可以彌補不足 主公沒事吧, 主公 沒事, 繼續說 是呀 我們要增加的負稅就是 主公 主公 主公重感入內 默色微藥 要多點休息 千萬不能操勞 否則病情惡化 就厚過堪餘 我煎好了藥 就會拿來給主公服用 君父人先行告費 你先出去吧 我會留在這裡服侍主公的了 是, 君夫人 兩位有何貴幹 主公 君夫人 參見君夫人 我們想進去探望主公 主公現在要休息 不能接見你們 君夫人 微臣等非常關心 主公的病況 可否容許微臣等 面見主公請安呢 太醫吩咐了 主公要靜心休養 不能被半點吵雜聲騷擾 如果曹醒主公 病情有變 你們擔當得起嗎 既然如此 神等唯有告退 是 佛弟 是, 君夫人 你吩咐所有守兵 遠離寢宮 沒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等不得接近 我會留在這裡照顧主公 是, 君夫人 小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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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新生 愛妃 你們去哪裡了 你們去哪裡了 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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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很利 愛妃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記不記得我剛才教你 怎麼跟君父說的 記住我說的話 君父... 孩兒向君父請安 乖 本日是娘監視太醫煲的 君父正好喝了 找我還敢 君父舒不舒服? 嗯 那隻蟹兒連友不可以幫君父做事 為君父分憂 你好乖, 好開心 主公, 本藥冷了 還不喝就會失效了 又要喝藥? 你有病不喝藥又怎麼會好呢 齊兒, 你有沒有想著玩 沒照顧君父 他很乖, 令我很開心 我真是替主公你擔心 三位公子又不在幫你忙 萬一你再熬病 就不知道怎麼辦 這算好了 國家不能夠一日無君 這些是沒辦法的 可惜 可惜齊兒又不是世子 如果齊兒是世子的 只要有八官的扶持 那他也可以執行主公的命令 到時候你就可以安安樂樂地 安享晚年了 為甚麼我想不到 齊兒也是我的兒子 為甚麼不可以做世子 主公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所謂掌有有罪 生生是長子 又怎麼可以 改立齊兒為世子呢 無謂惹來這麼多閒言閒語 生生這個人 根本有無心各事 從而又不想做 如果要立兒子 就萬萬不能 齊兒連少爺 聰明有我的幫助 為甚麼不可以做世子呢 如果我立你為世子 你讓我為我分憂處理各事 知道嗎 是, 君父 身生無心各職 仍心術不正 我不想拆空他們 本來蟲魚是最佳人選 但他不想做 我再三考慮 怪鋒齊兒為世子 明天早朝 我會向大家宣佈 你們倆心得大家敬重 想請兩位 替我代儲一下 主公, 生生公子已經回來了 主公實在不需要這麼快 決定改立世子 是呀, 主公 是齊年紀常有 不懂世事 又怎能掌管國家正事呢 年有不是問題 有我和你們都在扶正 一方面學習 一方面扶正 有何難處呢 改立世子事關重大 請主公三思 我已經考慮很清楚了 我身為一國之君 有能立誰為世子的 你們無謂多言 主公 我需要休息 你們出去吧 微臣告退 是 參見君夫人 參見君夫人 這件事實在不簡單 一定能趁主公病 還在床中疏敗 為今之計 一定要火速召三位公子回國 才能阻止奸人 奸計得逐 趙將軍此行 是新胡晉國的興亡重任 加上龍頭血緣 請趙將軍萬分小心才好 胡國寇 我一定會盡快趕去齊國 在這段日子 就全靠你支撐大局 請放心 我就算判了這條老命 也絕對不會讓離機他奸計得逐 我只是擔心 主公問起在下的去向的時候 這層更加請放心 老夫自然有方法向主公交代 趙將軍事不宜遲 請起程, 請 請 請 郭九爺, 這裡風大 你聽著, 將軍出城這件事 絕對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 為令者斬 是, 小人遵命 你這一套 此人是理想啊 任何人知道 這個, 北西寺山和 山遠 對地很齊 任何人知道